嗨,晚上好呀 今天老妈来做一个简单漂亮的花样馒头 这是老妈提前发好的面团 里面有很多蜂窝状的气孔就发好了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团拿出来揉搓排气 揉好的面团把它搓长条 下8个大搅均匀的小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像这样把它揉圆 把边缘部分往中间揉 揉好之后把它团一下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圆面饼 擀好的面饼用刀子从中间把它切一下 把它们落在一起 用筷子再从中间压一下 把它折叠起来 像这样把它竖起 向内折叠 调整成这样的形状 用筷子把它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在上面按上一个红枣 又好看又好吃 全部做完之后 上锅蒸20分钟把它蒸熟 今天老妈做的花样馒头就蒸好了 蒸好的馒头简单漂亮 不回缩 不塌陷 口感渲软 非常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 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